那个普京的所谓的叫什么号 叫Sensaga 那个船 今天七哥给你报个料 你说那个船最早是谁的吗 七哥的 去查查去 在路深的船厂最早是七哥的 订单是七哥的 是英国设计师 最大设计师给我设计的 由于灭共 七哥把这个船 船七给交出去了 就是普京给买了 140米啊 七哥在几年前说过 查查查查 当时我定的是多少钱 知道吗 当时我定是5亿欧 结果这小子花了 现在8亿欧造出来 7.9亿欧 在路深 要不然这个船 就今天应该是七哥用了 当时是我参与的一个基金 基金订的 后来我说 这船我接受不了 我没法用 我说我得灭共 这船就转给了普京 就是那个路深 德国路深厂出来 你去查整个的 整个的订单最早就是基金 这个基金就是一个新加坡的基金 然后转给他的 都给没收了 他女儿的两艘船 全给现在扣住了 马上过去就公布 一个是77米 一个是97米的 都给弄出来 现在从这一点你看出来 对俄罗斯的军事 经济 人员控制 我告诉你 接下来 未来在对待中共国时 要比了厉害一百倍 一百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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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